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尘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 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起新的球鞋开箱影片 今天呢又会是一期冷门球鞋的开箱 那么今天开箱的球鞋是哪双呢 我准备先从鞋盒开始 今天的鞋盒非常的漂亮 颜色特别的丰富 在鞋盒的最正宗的地方呢 你们可以看到有Adidas Marvel的字样 然后在鞋盒的这个Adidas Marvel的周围 大家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超级英雄 钢铁侠 然后我们的那个树人 还有Winter Soldier 然后还有什么 我现在有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有我们的黑寡妇 还有我们的战争机器 我们的雷神 我们的浩克 我们的那个幻视 都有啊 所以说很漂亮的一个鞋盒 然后我直接把鞋盒打开 进入鞋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认得出来这双是什么 这双是一双非常非常经典的鞋子 也是在我初中高中那个年代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啊 就是我们的Tracy McGrady 就是我们的T-Mac 所以说这是T-Mac1啊 也就是他的第一双签名球鞋啊 这边会有一个我们T-Mac的logo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还是否记得这个当年的logo啊 那么这双麦迪的第一代战靴呢 这一次呢借助的这一次 Adidas跟Marvel的联名再次复刻 并且我觉得这双鞋子用才用的非常非常棒 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皮的覆盖面非常大 除了这个鞋头的部分 这样子过来这边是塑胶啊 别的地方全部都是皮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很亮的部分啊 这个就是漆皮的部分啊 内侧也有一块啊 这个都是漆皮啊 然后上面会带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透气孔啊 所以说这两块皮的地方透气性是会比较好的啊 那么从上面的这个部分开始 整个一圈绕过来到后面啊 整个都是这种我们的Tumple Laser 那么这双鞋子呢 还有它的鞋舌的部分啊 就是在logo的地方也是一小块皮 别的地方都是这种mesh的材质啊 那么上面又非常突出了 Adidas的3 straps啊 就是三条啊 然后后面这里跟这边 全部都是Adidas经典的三条线的logo啊 所以这双鞋子给到我的设计 感觉就是简单啊 明了啊 然后突出了它该突出的东西啊 然后这边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有一个神盾局的logo啊 神盾局的话也是整个漫威题材当中的一个机构啊 当然我也很喜欢看美剧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啊 喜欢追美剧 所以我也长期就是在追看那个神盾局的特工啊 所以我对这双鞋子就会特别喜欢啊 然后这双鞋子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Nick Furrier 就是那个神盾局的那个主演的那个局长啊 那么整双鞋子都是黑色的 然后再说一下鞋底啊 整个都是果冻胶底啊 然后里面镶嵌了这样子一种 类似于像迷彩一样的门路镶嵌在里面啊 这次用到的果冻胶底呢 也是这种偏蓝色的啊 当然我之前也说过啊 现在都用这种偏蓝的果冻胶底 是为了它的变黄的过程让它变得慢一些啊 然后变黄之后颜色也会太恶心那种感觉的啊 然后这次的鞋头呢 也可以看到是有这种银色做点缀的鞋头啊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啊 这双鞋子呢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啊 据我所知这双鞋子当时在发的时候 我们新西兰这边是没有的啊 那么所以呢 我也是通过美国的渠道买过来啊 但是听说这双鞋子在美国并不是很火爆啊 就是随到店里随处都可以买的那种啊 所以也不需要枪也不需要怎么样啊 然后这边还发现一个小小的不一样啊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里面的鞋垫是红色的啊 然后呢你会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Adidas跟Marvel的字样的这样子一个logo在里面啊 所以这个又在一起证明它是一个联名款的鞋子啊 那么这双鞋子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 因为T-Max是我当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 并且其实2019年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还是会复刻两双最经典 它在魔术队时期一双深蓝色的客场配色 跟一双白蓝的主场配色 那两双鞋子我觉得是会非常非常有收藏价值啊 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也是这个一代的鞋型啊 那么可想而知现在这些老球员陆陆续续退役 然后他们以前老的一些鞋子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复刻啊 这个反而对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我开心的事情啊 因为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们有看我前几期的一些老鞋 或者一些冷门球鞋的开箱的话 你们都会知道 其实在我上初中上高中那个年代 在家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去给到我买很多很多 我喜欢球员的签名球鞋啊 所以呢 现在看到这样的鞋子的复刻的时候呢 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我会想办法的多去买一些这样的球鞋啊 那么今天的这期开箱呢 相对来说会短一些 我也希望呢 大家会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啊 来跟我聊一聊 你当年有什么鞋子是你想买 但是没有买到的 或者最近几年有哪双球鞋 就是带给你很多很多啊 童年也好 青少年时期也好的一些很多的回衣啊 带给一些你的故事给到我 我非常非常喜欢 跟你们做一些这样的交流啊 包括我也记得前几天 我po的那个啊 乔一黑红的视频啊 就是很多人都在底下给我留言 甚至于甚至于有些人跟我说 现在的鞋子很多 然后呢 看到喜欢就买 他说但是其实觉得心里是空荡荡的 有可能只是为了还一个以前为人达成的愿望 但是他说现在买鞋 再也没有那种过年时候穿新鞋的那种感觉 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可能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买一双新鞋子穿啊 所以说当年拿到那双新鞋子 闻到新鞋子的香味 甚至于有些人跟我一样的都会把那个鞋子放在自己床旁边 你在睡觉的时候都能闻到新鞋子的香味那种感觉 心中的那种开心程度啊 是今天永远都弥补不回来的啊 那当然有可能这种鞋子以前没有买到 今天买到也是一种小小的补偿 但是真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啊 所以说那天看到这位网友跟我的回复 我真的心里也是非常有感触啊 谢谢你在我的视频底下的回复啊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啊 如果呢你们很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跟转发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个订阅的按钮啊 这样子可以关注到我下次的视频啊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你们再见 拜拜